文书表根本质 一行三位置 细行一佛 专称名字也 故知 持名一法 知识提护 广汉众妙王 佛经上用提护做比喻的很多 提护 人间最好的饮料 这是古社会 过去道远法斯 跟台湾佛教会 他们足一个船 到印度去朝圣 这是一位讲经的法斯 讲经多少年 佛经上两样东西 始终搞不清楚 有个是安莫罗古 有个就是提护 这提护灌顶 到印度之后 到处就打听 安莫罗古 印度人 佛经上讲 他们知道 有没有 有 拿给来看看 台湾也有 把拉 安莫罗古 知道了 提护是什么呢 提护也拿来看看 我们吃的 我们吃的撒腊 这是经上讲的 这都吃过 都看见过 讲经的时候讲不出来 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 这两样东西 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多少人到印度去朝圣 都不知道问这种事情 蒋经的法子 他留意到 经上常说 不知道是什么 提护是从奶里头提炼的 提炼到最后 奶制瓶里面的精华 最好的 过寒 中妙 用吃鸣就好比是提护 一切法都在这一法之中 佛用周作品 你看 从奶 提炼 到僧疏 疏疏 老 提护 提到最后 成提护 经过四到五次的提炼 来里面的精品 这就好比 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从一切祝福 幸运心 到正苦 讲经说法 弘法立身 无量无边的真实功德 到最后提炼成 一句名号 南无阿弥陀佛 要想得出事 祝福大法里的最精的 精华的东西 很可惜 多少念佛人 不知道 不知道这是一切法里的精品 还要搞这个就搞那个 那就没法子了 再绝扯